日前屏东工厂大火造成了多人死伤 而其中更有4名消防员的殉职 也引发了外界再度关注消防员的权益 行政院在7月份就增调了消防员危险职务加击15% 而中央今年全额补助 不过明年起将由地方政府编列 市长卢秀燕表示利益良好 不过财政压力不小 行政院在今年7月10号 有修正消防人员的危险职务加击 有修订那个表 换句话说危险职务的加击 消防人员要调增15% 并且追溯到行政院全国统一规定 追溯到今年7月1号生效 市长还指出 调增消防人员的危险职务加击 并追溯到7月1号生效 各县市的财政状况不一 恐怕会造成部分县市沉重的负担 认为中央开的支票要长期买单 且应该不论县市 希望中央有统一全国性的规定 一起由中央买单 那当然我会希望 我会希望中央开支票 那那个中央一块要长期买单 那不然的话中央开支票 那地方政府 每个县市的应付状况不太一样 我们还勉强因应 有的县市就更辛苦更惨了 那所以如果说中央有统一全国性的规定 最好是中央一起买单 那这样的话才能够考虑到 每个县市实施到它一个可行性 另外台中有19名急诊室的医师 有感于屏东工厂气爆量 严重的死伤 聚集首创应销分队 24小时全天后 线上支援 第一线消防整员的急救需求 而市长也特别向医师群 来表达感谢 只能综缓台中才放不到